大家好,我是小和 黑心宠物店老板为了赚钱 将老年狗伪装成世界名犬出售 受骗的顾客都在要求退款后惨遭毒害 被宠物店老板挫骨扬灰 连渣都没有剩下 爱狗人士为何如此灭绝人性 事发宠物店位于日本祁宇县熊谷市的小镇上 老板名叫关根源 虽然他个头不高,长相普通 但是颇受当地居民的喜爱 他能说会道,很关照邻居们 对于孤独的老人 关根源时常会带着礼物去拜访他们 获得信任后就劝说他们买狗作配 老年人出于感激 基本都会从关根源那里购买 对于那些有狗的老人 关根源则会在获取信任后 独死那些无辜的狗狗 然后再劝说老人买狗 当然,关根源的无耻不仅如此 他还会在深夜或者无人的时候 偷偷牵走已经出售的狗 将其藏匿在家 养伤一段时间后再二次出售 如果有人发现 他便会立刻搬离 去往下一个小镇继续行骗 没有底线的做事方法 让关根源的财富快速累积 与此同时 他的欲望也在膨胀 1993年4月 关根源假称能够繁育名贵权重 将一对已经步入老年 失去了生育能力的罗德西亚几倍犬 卖给了客人穿其招难 出售前,关根源信使淡淡地承诺 狗狗的品种绝对优良 为了增加说服力 他还表示会高价回收 两狗生下的狗仔 关根源的花言巧语 迷惑地穿其招难 他持巨资1100万日元 在关根源的店里 购买了一公一亩两只狗 当时日本经济大萧条 穿其招难抱着很大的希望 精心照顾两只狗 希望它们能生下幼崽 好拿去换钱 因为关根源常说 买狗就要买一公一亩 越纯正的狗 生下的小狗血统越优良 不仅可以家养 还可以出售 为家里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当川崎招难喜滋滋地 等着摇钱熟出生时 他身边的一个朋友 识破了这场骗局 所谓的品种狗 根本就是在骗人 川崎购买的狗狗 不过是普通的宠物犬 市面上这种狗 一般只值几十万日元 由于关根源出售的狗 年龄很大 根本不适合反育 朋友的话就像一记重锤 敲在了川崎心口上 他企图靠反育小狗 发家致富的美梦破碎 血伤加霜的是 那只不适合反育的母狗 还走失了 川崎招难怀着一枪怒火 重返宠物店 要求关根源给一个说法 关根源无耻了一辈子 怎么可能会轻易退钱 他继续花言巧语 蒙骗川崎招难 川崎招难上过一次当 这次说什么都不愿意 相信关根源 非要他把钱吐出来 关根源不给 他便恶狠狠地威胁夫妻俩 说如果不退钱 就把丑事都说出去 让镇上的人 都清楚他们的勾当 关根源在这个镇上 干了很长时间 积累了不少的客户 一旦骗局被揭穿 搞不好还会有更多的人 上门讨债 要求退货 他和妻子封肩脖子 商量了一晚上 最终想出了一个 一了百了的计划 杀人灭口 1993年4月20日 关根源给川崎招难打电话 电话中 他和善且充满歉意地 向川崎招难道歉 表示之前发生的事情 都是自己的错 为了赔罪 他一定会退还 所有的钱当作补偿 关根源的诚意 让川崎受宠若惊 他来不及思考其中的真假 就匆匆和关根源 约定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傍晚 川崎招难只身前来 关根源则带着妻子 以及店员扇起场支 刚一见面 关根源就借口 找个舒适的地方谈事情 劝说川崎招难 跟着自己上了一辆大巴车 夫妻俩一副悔改的模样 双手将钱包递上 让川崎招难检查现金 看到一跌跌厚厚的钞票 川崎招难心中的怨气 一扫而空 他没有立刻检查钞票 而是放在身边 转头和夫妻俩 聊起了宠物的事情 三人相谈甚欢 戏见 关根源递给川崎招难 一瓶饮料 川崎招难顺手接过 拧开瓶盖将其一饮而尽 没几分钟 川崎招难的神情就变得奇怪 他的面部肌肉僵硬 瞳孔收缩 四肢伸直 不停抽搐 可能临死前 他都没有想到 刚才还和他称兄道弟的关根源 会为了钱财将他推入地狱 没错 饮料里添加了关根源 常用来安乐死动物的剧毒药品 夫妻俩冷眼看着川崎招难死去 然后平淡地叫回在车外的店员 帮忙处理尸体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如果店员不配合 就将其一起解决掉 店员被车里的情况吓破了胆子 他连忙帮夫妻俩打扫现场 把川崎招难的遗体搬到小轿车上 接着 店员开车前往群马县的繁殖场 这个繁殖场是关根源 专门用来培育幼犬的地方 偏僻难行 几乎没有人会发现 店员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他没有目睹川崎招难的死 更不想被牵扯进人命案中 没想到 关根源似乎看出了他心里在打腿堂鼓 于是略带威胁地问他 你想变成这样吗 除此之外 关根源还暗示会伤害他的孩子 店员没有办法 只好听从关根源的指示 和老板娘封肩脖子 一起去伪造川崎招难的活动轨迹 他们回到祈渔县的案发现场 店员驾驶着川崎招难的车 开往东京的八重州地下停车场 伪装出川崎招难汽车而逃的假象 处理掉小轿车 接下来就是处理死者本人了 关根源经验丰富 他试图策划一起完美犯罪 而完美的起始 就是让身体变得透明 他把川崎招难拖入繁殖场的小屋子里 用不同的刀具将其分离肢解 川崎招难被分成了很多小块 容易腐烂消失地 被扔进了河里和山上 骨头和其他难以销毁的 则被丢进了火里焚烧 浓浓的血腥味笼罩了整个繁殖场 夹杂着零星的狗叫 令人不寒而栗 川崎招难的消失 很快引起了家人的注意 他的妻子发现丈夫夜不归宿后 心流些不安 他想起最近一段时间 丈夫常常因为狗的事情 和宠物店的老板扯皮 失踪前一天 川崎招难还告诉妻子 要找官根源讨个说法 难道丈夫的失踪和宠物店有关吗 妻子连忙报警 称丈夫自打昨天开车 去了熊谷市的一家宠物店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 他怀疑丈夫的失踪和宠物店有关 因为前不久 宠物店谎称能培育出世界名犬 以极高的价钱 向他们出示了一对不值钱的狗 警方很快来到了官根源的宠物店门口 宠物店名叫非洲犬舍 店的门面看上去并不高端 警方一时也想不通 这么一家寒酸的宠物店 怎么能培育出世界级的名犬呢 不过他们还是敲开了宠物店的门 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川崎招南 官根源和妻子封肩脖子 一脸平淡地说 他们的确见过 可是川崎招南在这里逗留了没一会儿 就称有事 开车离去了 之后他再去了哪里 他们就不清楚了 警方按照惯例 检查了宠物店的里里外外 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和川崎招南有关的物件 十天后 警方在东京发现了川崎招南的辞家车 车子完好无损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里 1993年5月 距离川崎招南失踪已经过了半个多月 警方依旧没有任何头绪 川崎招南的妻子等不及了 因为之前的买狗骗局 让他潜意识地觉得 官根源夫妻俩就是导致他丈夫失踪的元凶 可是警方却找不到任何能指认宠物店的证据 他索性直接上门 找官根源质问 官根源一介黑心商人 谎话连篇还面不改色 他信实淡淡地说 不清楚川崎招南的去处 还让店员出来作证 倒是封肩脖子有点心虚 说话也不大利索 痛巧的是 在川崎妻子上门拜访时 宠物店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 他叫远藤康明 是官根源的老乡识 也是当地道川会黑帮的高层人物 常年混迹于黑帮的他 一眼就看出官根源夫妻不对劲 他假装李中克 替夫妻俩打发走了川崎的妻子 然后脸色一变 质问官根源是否和川崎招南的失踪有关 刚送走一个小神 又迎来一尊大福啊 官根源被吓得一机灵 没有立刻反应上来 远藤康明一看官根源这副模样 心中了然 他留给了官根源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后 一言不发地出门离开 官根源心里越发慌张 果不其然 远藤第二天就过来敲诈了 他的威胁性远大于川崎的妻子 官根源视力不如远藤 又担心黑社会报复 只能忍气吞声 一次次将钱拱手送出 远藤拿光了官根源夫妇的积蓄后 胃口大开 索性直接让夫妻俩把宠物店也登记在他的名下 这样一来 夫妻俩就成了员工 远藤作为实际的拥有者 将会获得宠物店未来的所有收益 官根源怎么能吃这个亏 他从来都是吸别人的血 还没有被别人吸过 夜晚 夫妻俩一合计 干脆连远藤康敏也给处理掉 此日 计划好一切的两人打电话告诉远藤 已经准备好了宠物店的产权登记书 远藤仗着黑帮势力 自信地和夫妻俩约好见面时间 1993年7月21日晚上10点左右 官根源夫妻带着店员赶往约定地点 这时 夫妻俩才发现 远藤到底是黑帮的高层人物 出门都带着开车的司机 夫妻俩一时犯了难 如果此时谋害了远藤 司机肯定会知道 倒不如将司机一起解决掉 免去后顾之忧 夫妻俩眼神一交流 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他们恭敬地地上产权登记书 等远藤康敏看到最激动的时候 顺手送上一瓶饮料 当然 他们也没有忘记司机开车过来的艰辛 也热情地送给司机一瓶毒饮料 远藤着实有些渴 拧开瓶盖蹲蹲蹲 饮料灯实见了底 司机比较含蓄 客气地喝了几小口 没几分钟 远藤开始肌肉僵硬 浑身抽搐 倒在地上一命呜呼 司机由于喝得少 药效来得比较慢 他看到远藤的异样反应 上前准备急救 官根源夫妻假装着急 劝说司机来他们车上 大家一起去找人求救 随后 在官根源行驶的轿车中 司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夫妻俩载着两人的遗体 就近来到了店员家里 店员一脸为难 他胆子小 实在不想再牵扯进去 可看着官根源凶狠的脸色 他还是打开了自驾的大门 让官根源把遗体拖到浴室 由于这次工作量较大 封肩脖子也参加进来 夫妻俩一边哼着歌一边干活 等到次日凌晨 远能和司机已经变成了众多小块 一部分被抛到后山 一部分焚烧成灰 洒向空中随风消散 他们像第一任受害者 穿起招囊一般 在这个世界上变得透明 无底线快速处理问题的方式 让官根源上瘾 仅仅一个月后 他又将魔手伸向了情人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谈谈官根源的感情生活 50多岁的官根源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他取悦女人的本领 可不一般 官根源前后经历了妻子婚姻 除了法定上的妻子外 他还有着数不清的情人 封肩脖子正是他的第七任妻子 脖子于1957年出生于雄谷时 从小家庭富裕 父亲兼任托儿所老师 和土地与房屋测量时 在遇见官根源之前 脖子和当时的大多数日本女性一样 与一名工作稳定的银行职员结婚生子 两人情色和民 但官根源就像一个石头 投进了他风平浪静的生活 封肩脖子像是中了官根源的迷魂术 他抛弃安稳的生活 迅速和丈夫离婚 嫁给了大他16岁的官根源 还在背上纹了一个笼状纹身 表达自己对官根源的爱意 由于接触过良好的教育 封肩脖子有着出色的资金管理能力 他帮助官根源逃税漏税 两人感情越发深厚 但话说回来 感情再甚也不影响外面的采气飘扬 官根源一边和封肩脖子 你弄我弄 一边勾搭上了54岁的家庭主妇 官口光辉 官口的小儿子 曾经在官根源的宠物店工作过 他也因此得以结识官根源 官根源头脑灵活 善于说场面话 一来二去 官口就被他吸引 为了缓解官根源在远藤勒索下的经济危机 他出手大方 一口气购买了6只阿拉斯加雪橇犬 总价大约900万日元 但是官根源仍嫌不够 他希望官口能资助他开一家分店 这样一来 官口光辉就是新店的股东 官口被官根源的花言巧语迷惑 没多久 果真拿来了270万日元打算入股 可惜 官根源根本没有想过开新店 也没有考虑过什么新股东 他只是想再捞一笔钱后杀人灭口 按理说 官根源并不需要谋害官口光辉 因为官口对他爱得深沉 如果他活着 有可能还会源源不断地给官根源提供钱 但官根源杀红了眼 他早已厌倦这段感情 奈何官口纠缠不休 更何况 官口一死 钱就安全了 1993年8月26日 远藤死去的一个多月后 官口光辉喝下了官根源递给他的饮料 这次行动 官根源没有告诉封肩脖子 他叫来店员 两人合伙把官口光辉处理干净 短短数月时间 小镇上爆发了三起失踪案 而且每个受害者 都和宠物店有着千丝万略的联系 警方恨不得地毯时搜索宠物店 但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官根源喜欢焚烧的作案方式 使得多数证据被淹灭 警方只能等待他自己露出马脚 官根源清楚 警方对他充满怀疑 他丝毫不处 自信犯下的案件完美无缺 即使十年后 警方也不会拿到任何证据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一直帮官根源打下手的店员 删起长支 因为涉嫌一起诈骗案 被警察传唤 案件涉及金钱数额并不大 警方也只是例行传唤 没想到 心里有鬼的删起 居然拖家带口逃跑了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行为 刚好给警方提供了抓捕借口 山崎逮捕归案后 还没审问两句 就把一切事情都交代了 其中包括官根源犯下的 三起谋杀案 根据山崎的证词 警方逮捕了官根源夫妇 官根源充满挑衅地 看着审讯人员 因此也不肯承认涉嫌谋杀 他笃定了警方证据不足 警方按照山崎常志的证词 对肢解受害者的地方进行了核实 他们在繁育场背后的森林中 发现了许多骨头碎片 牙齿碎片 以及手表 假牙等物 由于骨头碎片在高温下被烧毁 难以用DNA技术分析 1995年7月24日 医审开庭 店员扇齐常志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但官根源夫妇的审判 却一直没有结果 封坚博子称自己被官根源威胁 不得已帮助官根源处理 受害者的遗体还一口咬定 绝对没有参与谋杀和破坏遗体 官根源则将责任全部推给封坚博子 指认所有受害者都是被封坚博子一人所杀 两狗互咬 审判难以推进 1998年9月3日 在第57次审判中 官根源承认了谋杀 但依旧坚持 主犯是封坚博子 他是为了爱才参与犯罪 夫妻俩的供述相互矛盾 包含许多虚假和夸大其词的内容 最后 法官决定财信店员山崎常志的证词 因为相比之下 他的证词更加真实 而且 山崎常志和受害者没有利益冲突 不具有杀人动机 2000年7月6日 在经历了105次审判之后 一审法官终于一锤定一 认为前两起案件中 无论谁先犯案都视作共同作案 对于第三起案件 也就是官根源情妇的谋杀案 虽然山崎常志证实 封坚博子毫不知情 但根据检方查到的证据显示 封坚博子极有可能涉案 但由于证据不足 判决认定官根源为单一犯罪人 最终 两人都被判处死刑 庭审结束的第一时间 官根源夫妇提出上诉 称一审判决存在极大的漏洞 2005年7月11日 上诉庭在东京高等法院 经历了16次审判后 驳毁了官根源夫妇的上诉 维持死刑判决 两个恶魔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还有许多悬而畏惧的案件 与官根源有关联 山崎常志在审讯中曾说 官根源在犯下第一起案件后 极为冷静 他的分尸剔骨手法也非常的熟练 看上去完全不像第一次犯案 就这个问题 警方也曾问过官根源本人 他毫不在乎地承认了 还自曝以前杀害了30多人 警方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查阅卷宗 发现官根源的老家在1984年间 接连发生了三起相似的失踪案 案件的失踪人 均和官根源有着亲密联系 其中一名是黑社会大哥 官根源因为哥哥的事情找他帮忙 并承诺在事情解决后给他一大笔钱 但当黑社会大哥把事办妥了 官根源却突然反悔 死活不愿意给报酬 两人扯皮其间 黑社会大哥失踪 第二起失踪人是一个卡车司机 他曾担任过官根源宠物店的店员 在官根源制作店铺招牌时 此人帮忙垫付了一笔钱 但一直到招牌做好 官根源都没有还钱 此人一怒之下辞职做了卡车司机 隔三差五来找官根源要债 随后此人神秘失踪 第三个失踪人是一家酒馆的老板娘 他在和丈夫吵架后失踪 调查显示 他的丈夫很有可能失手打死了他 然后和同官根源一起处理现场 关于这起案件 官根源倒是立刻承认了 他说那天 他仅仅参与了处理遗体的工作 没有涉嫌谋杀 除了这三起较为详细的案件外 警方还发现了许多和官根源有联系的案子 但无一例外的是 这些案子都太过久远 难以找到任何指控凶手的证据 杀人如麻的官根源 谈起受害者 眼里只有不屑和轻蔑 毫无悔过之心 可当警方谈起官根源 曾经培育过的宠物时 他的眼里居然泛起了泪花 官根源真的毫无人性吗 警方难以猜测 其泪水里感情的真假 却可以确定 官根源对人命极其冷漠 像这样的恶魔 也许死亡都无法赎罪 如今 非洲犬舍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知名场所 由于发生过案件 被许多人称为是通灵景点 而这个凶残的故事 也被导演们搬上荧幕 改编成了日本暗黑电影的经典佳作 冰冷热带鱼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过程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